时隔半个月 宋爷爷的双胞胎最新日记终于更新了 结束了福宝送行后 爷爷怀着空虚的心情休息了一周没有写日记 这一周被很多人安慰 自己也反省了很多 特别瑞宝辉宝给自己很大的安慰 爷爷决定接下来要把宝的故事重新传递 看来爷爷也开始慢慢适应没有福宝的生活了 大家都知道日记一更新说明视频也马上就要出来了 让我们看看这周宋爷爷在日记里写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双胞胎宝宝度过了秋天和冬天迎来了春天这个季节 每年这个时候熊猫世界周末的樱花树会盛开漂亮的花 饲养员们也聚在一起以漂亮的熊猫世界为背景拍了纪念照 看得出来爱宝乐园同事关系真的很融洽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让宝家族成员看看樱花 瑞宝辉宝看见樱花的反应也不一样 性格冷静的瑞宝非常喜欢花 好像找到了适合瑞宝的玩具了 自己也没想到这种自然素材的玩具会让瑞宝感兴趣 看来以后要考虑一下 给瑞宝辉宝以后的生活里面